据乌克兰真理报4日报道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 敦促乌克兰的支持者 加快其决策过程的速度 以继续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并再次提到他希望 西方采取的互相措施 在1月40日 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播出的采访中 库列巴表示 他希望西方承诺采取互相措施 他认为这些措施很有意义 将帮助乌克兰战胜俄罗斯 他还说 在冷战时期 在竞争中击败苏联及其盟友的联盟 从各方面来衡量 都比现在帮助乌克兰击败 俄罗斯的联盟虚弱得多 按照库列巴的说法 乌克兰及其支持者的 国内生产总值总和 如今比俄罗斯及其极少数盟友的GDP 总和高出21倍 因此拥有足够的资源 按照乌克兰的要求提供援助 他补充说 西方所要做点 就是开始相信自己 相信其有能力获胜 因为时间很重要 乌克兰不能坐等其他国家 就是否提供支持的问题 进行无休止的讨论 库列巴说道 我们呼吁所有人 加快给出悬而未决 正在酝酿中的决定 因为西方已经显示出 极有能力捍卫民主 我们需要做的是 必须加大努力加快速度 乌克兰真理报指出 美国国会在2023年 没有批准为乌克兰提供额外资金 这是白宫无法向乌克兰 提供更多军事援助的原因 而欧盟仍在讨论批准一项 为期四年 总和500亿欧元的基金 来支持基辅 库列巴早些时候表示 西方可以通过 采取五项措施来支持乌克兰 加快向乌克兰提交更多的 防空系统和弹药 向乌克兰提供攻击型虎人机 向乌克兰提供射程超过 300公里的远程导弹 批准使用被冻结 俄罗斯资产收益来帮助乌克兰 以及孤立在世界各国首都 和国际组织的俄罗斯外造官 他还称 乌克兰方面在西方 对其提供军事支持意识上充满信心 如果该计划失败 援助停止 乌克兰没有其他替代方案